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 以色列称很快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报复 大战似乎迫在眉睫 但是在德黑兰的街上 仍然是车选马龙的 人们还是忙着正常生活 还有工作 似乎并没有被骤然升级的地区局势所影响 6号 伊朗各大报纸都以伊朗的报复为头版头条 伊朗强硬牌报纸世界报警告称 如果以色列敢袭击伊朗 以色列国内17处技术设施 将成为伊朗导弹的目标 德黑兰的大街上依然绝脑依旧 人们正常上班工作 有民众说 根本没有担心过战争 也支持伊朗维护主权的行为 但他们更担心物价上涨 以及紧张局势给生活带来的诸多影响 伊朗民众说 对局势很担心 不希望战争爆发 伊朗民众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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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来是 Hadi来吗 伊朗民众说 伊朗精هم 大脑太吧 伊朗民众说 更多人认为伊斯兰和伊朗的战争不会爆发 虽然伊朗一切如常 但伊斯兰的报复似乎见在心上 这几天伊朗的物价 金价以及美元汇率每天都在上涨 显示市场忧虑 战争不会发生 生活会继续 富豪卫视女人 郑卡木森 德克兰报道